好,大家好,我是Pedio,也欢迎回来,今天过开心吗? 跳槽这件事情,我相信绝大部分打工人都经历过 和全世界一样,在新西兰,不管是普通如我一样的打工仔 还是前任沃尔玛美国CEO 现任纽航CEO Great Foreign这样的行业领军管理人员 都多多少少跳过几次槽 最近呢,我刚刚完成了我在新西兰的IT行业的第一次跳槽 所以今天就想来跟大家聊一聊关于跳槽的那些事 如果你对这个视频有兴趣,我们就直接往下看吧 当初想要跳槽的原因其实也很简单 就是去年9月份的时候在公司内部的升职失败了 这个我在之前的视频里也有和大家聊过 如果有兴趣的话,大家可以回去翻看一下 我在之前的视频里也说了 当时我自我感觉其实真的挺好的 所以当时经理在跟我一对一评估升职这件事情的时候 告诉我,他那一次可能不会帮我提升职 我就有一点不爽了 但是真正让我决定要跳槽的原因 是我在当时的视频里面没有说的一件事情 就是和我同时期进公司的两个同事那一次被升职了 当然了,人家做得很好 我也并不会因为人家升职了去嫉妒 甚至是怨恨人家这样,我当下的想法就是我要重新找一个工作 而且是比在本公司升职后薪水还高 福利还好的那一种 就像我之前说的,我的能力在这个公司得不到相应的认可 这是一件让我痛苦的事情 虽然话是说,我不应该去跟别人比较 不应该去内卷 但是我仍然觉得我本身的能力应该得到一个相应的认可 公司对一个员工有着多少的认可 在一定程度上是影响着这个员工的自信心的 我并不希望我在得不到应有认可的情况下 渐渐的失去我对自己的那份自信 而最快的可以证明是他们瞎了眼而不是我没有能力的办法 就是我去找一个可以证明我能力的工作 当然我当时在这个公司工作也确实遇到了一些瓶颈吧 因为我的能力没有得到完全的认可 所以他们也不会太让我去尝试一些新的比较有挑战性的工作内容 相反的我在好几个月的时间内都在自己的舒适区内做着一些重复性比较高的一些工作 我觉得这样下去对我的整个职业生涯可能也不是很好 在我对这个行业还拥有热情的当下 我觉得我应该去尽量多挑战一些新的东西 所以我去年9月份就开始慢慢的寻找一些新的工作机会了 都说金三银四金九银十了 但是在我开始准备跳槽的9月份奥克兰的Salesforce开发职位并不是很多 反正我当时第一步做的事情就是把招聘网站上我能找到的 能投的都投了大概加起来也就是有三四个 顺便说一下就是我在网上找工作主要的途径就是领英和seek 除了去招聘网站投简历呢 我有去找了一些之前在领英上联系我的猎头询问说是不是有一些适合我的工作机会 中间我还碰到了一个超级大傻逼 如果对这个奇葩故事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回看一下我之前的吐槽视频 当然也有一些通过了应在那个时间点主动找到我的猎头或者是公司的HR 在这些所有的工作机会当中我一共参加了两个面试 说来也巧合其中一个是我毕业的时候去面试过但是最终没有去的公司 这家公司和我当时的公司是同类型的Salesforce咨询公司 跟我的公司的主要区别就是大公司和小公司的区别吧 因为那个公司规模相对还挺小的 所以呢你就可以接触比较多方面的工作内容得到比较多方面的锻炼 我当然就觉得去接触一下各个方面的锻炼也挺好的 而且由于我21年的时候已经通过了他们的技术面试了 所以这次就很简单就是HR面试 然后差不多聊一聊 不过最后因为薪资并没有谈论 所以我也没有接他们的offer 那第二个面试的公司就是我现在要入职的新公司 它是我自己通过领英投的简历 然后找我去面试的 它跟我现在公司还蛮不一样的 它是一个传统的甲方公司 我新工作要开发的软件 主要是给这个公司内部的销售和客服人员去用的 我觉得去一下甲方公司体验一下不同的工作环境 工作状态也挺好的 所以我当时就投了这个工作 其实当时投的时候也没有抱太大的希望 因为他们当时招聘广告要求的工作年限 跟我的工作年限相比我还是差那么一点 但是你知道找工作这东西有早没早打一杆子嘛 反正也不会损失什么 他们还就真的就找我面试了 是在我投完简历差不多一个月之后 他们联系到我进行了两轮面试 我觉得他们比较好的一点就是在面试之前 就把薪水先谈好了 这样我就不会担心说去面试面了半天 什么都谈好 最后因为薪水没有谈了 而不得不放弃 然后两次面试之后就做了一个reference check 最后就给offer了 我觉得首先你要明白的是 你为什么要跳槽 你是对工作内容不满 还是对你的薪水不满 还是对你的领导不满 是不是有种可能就是你的不满 在公司内部其实是可以得到解决的 比如说如果你想要新的工作内容 你可以去跟公司试着交流一下 看看能不能给你换一个组 那如果你想要更高的工资 你也可以在平定薪资的时候 和你的经历或者是HR去谈 告诉他们你为什么值更多的钱 那如果你对领导不满 是不是可以向HR去反应 我觉得这些其实都可以放到桌面上 去说并不用觉得不好意思 我觉得跳槽这件事情归根到底 就是一个原因就是 你的公司满足不了你的一些需求 就假设如果你有一个需求 你没有去跟公司说 然后你一动操作找到了一个新工作 然后你去辞职 这时候你的公司开出了 比你新公司更好的条件 那你是走还是不走呢 你要是走的话 你现在公司不仅解决了你的问题 还给了你更高的待遇 你走了是不是不甘心 那如果你不走的话 你又会一直担心说 他现在给我开这个条件 是不是一个缓兵之计 回头找到了新人可以替代你 就彻底没价值了 所以我觉得只有当你确定 你现在这个公司不能 或者不愿意满足你的需求的时候 你再去考虑跳槽 跳槽的过程其实就是一个 找工作面试的这么一个流程 各行各业可能都不太一样 那关于新西兰IT行业的面试技巧 我觉得我在这里就不多赘述了 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 可以关注一下 投回62这个博主 他有两集专门讲到了 新西兰IT行业面试相关的话题 那关于跟原公司离职这个事情 我个人觉得还是好聚好散嘛 如果经理问你为什么离职 你就明确告诉他 我有这个需求 然后公司满足不了 你如果提过的话 那就更好了 我觉得现在这个社会 大多数公司对于离职啊 跳槽这些事情都是可以坦然接受的 我在网上有看到一些人 在跟公司提完离职之后就觉得 哇自己是个老大 在公司就是各种给人找麻烦 给人不爽 这我觉得真的是大可不必 你怎么知道你现在去给他找不痛快 那些同事以后不会再跟你一起工作呢 因为每个行业其实这个圈子就那么大 万一他一两个月之后 跳槽去了你的新公司 又做了你的经理呢 现在这个社会跳槽真的是一件非常普遍 非常可以接受的事情了 我觉得首先对于跳槽 你不应该要有愧疚感 你不要觉得说公司培养了 你现在一走了之 你这样对公司不好 我觉得不管你是一个好员工 还是不好的员工 你走了公司肯定要承受一些损失 别不说他要花钱花时间花人力 去找新的人来顶替你嘛 但是大多数公司 其实每年在这方面都是有预算的 我觉得现在应该不会有公司 期望一个员工会跟着他干一辈子了吧 你不要为了那一点 公司可能都不会在乎的你的愧疚感 压抑自己的需求 在这里浪费你的时间 虽然频繁的跳槽可能会让你的简历 在HR那里留下一个忠诚度低的这么一个印象 但是我觉得经历不同的工作 也是一个去证明自己自身能力的一个方法 如果你的每一个新工作都比上一个的职位要高 那我觉得即使你每半年跳槽也没有什么问题 这个绝对比一个junior在一个公司做了三年 再去跳一个junior的简历要好看 同时我觉得跳槽也可以拓宽你的人脉 只要你的工作能力让人看到了 那你通过不同工作认识的这些人 他们有什么好的工作机会 他们也会想到你 还有就是我觉得如果你长时间不跳槽 万一有一天你不得不跳了 你对这公司过度忠诚 也会成为你找新工作的一个障碍 因为你过于长时间的待在一个公司 会让人觉得你是不是过于安于现状 没有什么挑战精神 我自己在网上看到最佳的跳槽频率 应该是三到五年 但我觉得就也不用特地为了这个时间点去熬 或者是到了必须得跳 就我个人来讲我觉得就遵从你的内心 你觉得是时候了你就跳吧 你觉得如果你在这里还可以有更多的成长和收获 那你就在这里截着干下去 那以上就是今天的内容 不知道你们对跳槽这件事情有什么想法呢 欢迎在下面留言告诉大家 如果喜欢这个视频 千万不要忘记点赞跟转发分享给更多朋友看到 那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拜拜 拜拜